以上我們是介紹無線長的傳輸線 無線長的傳輸線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有線長的傳輸線 現在傳輸線不是無線長 有線長的傳輸線 它的電壓跟電流是這個形態 一般有線長的傳輸線 從Z等於0的地方出發的話 它電壓跟電流波向Z方向傳播 起初向Z方向傳播的時候 它的波函數分別可以是有線長 因為它傳到某一個地方有線長 總會遇到邊界 邊界的話它就有反射波 電流也是一樣有反射波 這個式子裡頭 我們看這個 V0 plus over V over I0 plus 這個等於Z0 如果是minus的 單單這一項 就說單單向右邊傳播的 還有單單向左邊傳播的也可以 如果它是向左邊傳播的 結果這個是負的 所以有線長的傳輸線 負載主抗ZL 等於特性主抗 這個要記住 然後我們說 有一個條件以後常常會用到 就是說負載主抗 等於它的特性主抗Z0的時候 ZL等於Z0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傳輸線 有線長的傳輸線 我們稱它叫做匹配線 matched line 當有線長的傳輸線 在這種狀況之下 它的波函數可以用這個跟這個表示 你看 你看 本來是這個東西 現在變成這個 那就表示說 在matched的狀況 它沒有反射波 沒有反射波 那麼這個時候就跟 線是無線長的一樣 這個叫做匹配狀況 這要記住 匹配狀況 現在我們看一個無線長的傳輸線 我們看這個圖 這個是它的發電機 這個是它的內部主抗 這是它的發電機這邊開頭的地方 這個叫輸入端 這個電流 這個電流是 I 就是 input input current 那這個是 input voltage 然後傳到這裡來 這個傳輸線呢 它的傳播常數是 gamma 它的 特性主抗是Z0 我們說過 這兩個字跟 特性有關 跟它的這個 參數有關 跟它的 頻率有關 一旦決定了 就是 就是固定了 跟這個長度沒有關係 這一段是它的負載端 負載電流呢 我們用IL來表示 負載電壓用VL來表示 好 現在我們考慮一般的狀況 一條有線長的傳輸線 特性主抗是 Z0 負載是這個 線長 L 從這裡 到這裡 長度是 小L 一個內組為 ZG的正弦電壓 正弦電壓就是這個 正弦電壓 VG 連接在線上面 連接在這裡 從圖上面 從圖上面 有以下的關係 比如說我們看輸入端 Z Z等於L是輸出端 輸出端 Z等於L就是這一邊 這一邊 這一邊 它的電壓是VL 它的電流是IL 於是 筆值呢 就等於ZL 就是這個 這個是用歐姆定律 以上的關係是 但是 有這兩個 式子 沒有辦法得到 因為 你這兩個式子 你看 VL 就是這個 Z等於L OVER IL 這個等於L 這個等於L 一比的話呢 它是等於什麼 等於V0 PLUS 有一個 Exponential的 負GAMMA L 這個是 I0PLUS 這個是 負的 GAMMA 這也是L 這個 比上這個 就是V0 OVER IL 它是等於什麼東西呢 等於Z0 你看 V0PLUS I0PLUS 等於Z0 它並不是等於ZL 不是 如果考慮有反射波存在的話呢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從這個 邊界條件知道 一定有這個關係啊 那這兩個式子得不到 對不對 那我們說這個時候 它就需要有反射波的存在 才會滿足 這個邊界的條件 所以這裡就告訴我們 如果 如果 ZL等於Z0 那就對了 ZL 如果是Z0 的話 那就可以 那這是什麼狀況呢 這是匹配狀況 如果 ZL 不等於Z0呢 有現長的長度狀況 就不相等 那這個時候 它就必須要有 反射波的存在 所以這裡有個結論就是說 因此不匹配的傳輸線 會有反射波的存在 現在我們要看這幾個常數 這幾個 在L常 特性常數 就是γ跟Z0 在傳輸線上 傳播函數 有四個位置數 就是我們 我們講的 你看 這個 跟這個 入射波 amplitude 這是電壓波 反射波的amplitude 電壓波、電流波 它有這四個 是位置數 我們要決定這四個位置數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 他們 在Z等於0 跟Z等於L的地方 它有特別的限制 就是說 V等於0的地方 你要滿足這個 V over IR等於 等於這個輸入的電阻 輸入端的阻抗 在這一邊 這個電壓被電流載出 要等於負載阻抗 它有一定的 要滿足這個條件 要滿足這個條件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 有這兩個波 如果 在Z等於L L的地方 我們把這個Z用L帶進去 I用L帶進去 有以上的結果 我們可以解得 解出來說 V0 plus 等於這個 V0 minus 等於這個 這個很長 我們就不去導 你們自己可以導導看 在Z等於L的地方 這個等於IL 這個L 不是任意之 它的線長是L 所以這就是什麼 負載端 負載端 我們 我們 解得 V0 plus 等於這個 V0 minus 等於這個 然後把它帶到 這個式子裡面去 把這個 跟這個 比如說 帶到 這個式子裡面去 我們可以得到 V是等於這個 V是等於這個 這個V跟I 有關係 同樣的道理 你可以解除這個 這個 這個 I0 plus 跟Z0 或者說 我們 I0 跟Z0 用前面這個關係 帶進去 也可以啊 V VL IL 用這個 帶進去也可以 就是說 你現在把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 帶到這裡 我們的V 是等於 這個 V等於這個 V等於這個 V0 over I0 是等於 Z0 對不對 Z0 所以你這個地方啊 你這個被一個 Z0來除 這個被Z0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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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對不對 所以說 I是等於V V OVER Z0 就是這個 沒錯 這個式子很長啦 你沒有辦法記了 但是我們 必須要知道這個過程 必須這個過程 好 現在 我們剛剛講的 它這個 有兩套的 坐標 把這一邊 當作 Z等於0 這邊就是 這個寫錯了 這個 Z'寫錯 就是Z等於L 這Z'不要 這Z等於L 如果把這個 當作 Z'等於0 的話呢 這個地方 就是Z'等於L 就倒過來 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好 那現在我們 把Z'等於L-Z 就是看看這個 你看這個 這一點 從這個來 Z 就是從這裡到這裡的距離 Z'呢 Z' 就是從 這個是0 Z'是0 Z'是0 這是Z' Z'就是等於L-Z 沒有錯 那 把這個 Z'等於L-Z的話 那麼 以上的兩個式子呢 你看 我們可以把這個 變成Z' 本來是L-Z 現在把它變成Z' 所以 Z'就變成這樣子 記得 我們有兩套的 這個 座標 這個是 Z'是以 負載為原點 而設的 那麼 前面這一套呢 是以 輸入端為原點 它有這兩套 就是任何位置的 電壓波跟電流波 任何位置的電壓波 任何位置的電壓波跟電流波 但是這兩個不相等喔 你寫V Z' 不等於VZ 要記得這個 這個式子很不好記啊 那我們就想辦法 用雙曲線 函數來代表 這個 Exponential GammaZ' 加上 Exponential 負GammaZ 在這裡我們 就假設這個Gamma 是一個正值喔 它就變成 這個 減的話呢 就變成兩倍的 Hyperbotic sine GammaZ' Pram 就可以把這兩個 這兩個式子 簡化成為這個樣子 簡化成為這個樣子 你看這裡有 有這個東西嗎 我們過程就不講了 它就是等於這個 這個比較好記 這可能要 你要記一記 記一記 所以 以上兩個式子 是計算 線上面任意位置 Z'出的 電壓跟電流 然後這個電壓跟電流 用什麼表示呢 IL ZL Gamma Z0 來表示 IL Z0 也有用ZL ZL 這裡都用這個 當然這個 跟Z有關係 要記得 電壓波跟電流波 那個式子要記住 還有這個式子要記起來 Z'出的主抗 就是等於這個地方的 電壓跟電流來除 是等於這個東西 這個要記一記喔 好 這個呢 可以簡化成為這個 你記這個 或者記這個都可以 你用這個做的話 有時候你還是要畫回來 有時候你可以直接用Octangional來算 OK 這是任何一個位置的主抗 在發電機所在的地方 向傳輸線看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傳輸線 從這邊往這邊看的時候 那麼它的主抗 就是輸入端的主抗 就是等於這個值呢 當Z等於0 或者是Z' Z'等於L的時候 那你就把這個 我們現在用Z'對不對 Z'就是L 那麼 這個時候呢 這個我們可以用Zi來表示 因為它是輸入端 我們就用Input Impedance來表示 好 以上那幾個式子都要記住 以上這幾個式子啊 這個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或者這個式子 這兩個記一個就好 兩個記一個 然後 你就記得 你記得這個 這個其實我們用推理的比較快 每一個都記的話 好像它都沒有關係 其實都有關係啦 我們如果用這關聯性來記的話 你就記這一個就行了 如果輸入端 這個就等於L OK 如果是負載端 那這個 就等於0 Z就是0 OK 這樣比較好 好 現在我們看這個 這個負載端 我們剛剛就把最左端這個VG ZG拿出來 然後這邊的線我們不管它 就把這個地方當作什麼Zi 就是從這邊往那邊看的時候啊 它的入就等於它的主抗 這就是等於輸入端的主抗 那這一段我們可以用等效的電路來計算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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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電壓 這個是電壓 這個電壓 這是電壓 這是串聯的 串聯的主抗是等於這個 所以VG over這個呢 就等於電流 對不對 電流乘上 乘上這個 這個電流 乘上Zi 就變成這個電壓 就是說 這個 被這個主抗 串聯主抗加起來 除 就變成Ii 就變成這個電流 好 這個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知道 由發電機輸出到輸入端的平均功率 發電機輸出的功率 我們可以用這個二分之一 real 因為這兩個都不是向量 我們就直接用vi乘上i的complex 這次看去給 這負數 好 那麼 到輸出端的呢 這輸出端 應該是寫輸入端 與輸出端的平均功率 分別是這個東西 這個才好 然後 輸出端是這個 那我們現在 可以把 這個 vi跟vl 它要滿足vl over il 等於zl 這個 我們畫一畫 可以得到這個東西 我們前面有一個 我們曾經畫過一個東西 跟這個很類似 所以 從這裡頭呢 我們就可以得 vl over zi 等於il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一項 如果輸出端是無耗損者 無耗損 那麼這兩個應該要相當 好 你現在記得把這兩個 記起來 OK 這幾個記起來 我們以後就是要 我們以後就是要 主要就是要 解電路 解電路 好 我們現在看 傳輸線裡面有一種狀況 就是它的終端 是主抗 它不是這個 中端主抗 等於特性主抗 等於特性主抗 就是中端主抗 等於特性主抗 就是我們剛剛說匹配狀況 匹配狀況 你現在看 很有意思 匹配狀況之下呢 現在 我們就 ZL等於Z0 任意位置的主抗 這兩個就相等 這兩個相等 分子分母相等 可以約到這邊Z0 所以 它不但是 主抗 終端主抗 等於Z0 任何一個位置的主抗 都是Z0 這個要記住 就是說 如果這個 跟這個相等的話 ZL跟這個相等的話 那麼 所有這個位置 所有這個地方 任意位置 它的主抗都是Z0 這個要記得 以後會用到的 然後我們來看 任意位置 Z 它的電壓 電壓 你看 這個相等 這個一減就0了 對不對 這個一相等就變成2了 它就是I0 Z0 exponential 我們把這兩個分開寫 變成這樣子 好 那 把這個 括弧裡頭 這個東西 就當做是VI 因為 這個時候 我們不是說 假如 是匹配的話 是匹配的話 它就沒有反射線嗎 只有 只有 這個線嗎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 這本來應該是V0 V0 plus V0 plus 因為我們可以從 這個地方 可以得到 I0的話 也是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可以畫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於是我們這裡就會把它寫成 Ii 以上的結果顯示 這個時候的VI跟Zi 此時的VI跟II 為向正Z方向行進 而無反射的電壓波與電流波 應該是這麼顯示 Vz跟Iz 是 這個 這樣才對 所以 有線長的傳輸線為匹配的時候 線上的電壓與電流 下於此線 延伸到無窮遠時候的情況一樣 無窮遠時候的情況一樣 這個地方應該是把它 寫成V0 plus才對 這個I0 plus比較對 你把它改一下 V0 plus I0 plus 那就是說 V0 plus就代表這個東西 I0 plus 就是代表這個東西 好 現在我們來看一個立體 內主抗 是1歐姆 斷路電壓 為V的信號產生器 連結在50歐姆 4米長的5號準傳輸線上 這個我們等等都做個解釋 以後你們的題目就是這麼寫 到外面去考試什麼的 波在原線的傳播速度是這個 線端的負載為匹配 要求任意位置Z 電壓跟電流的瞬間值 還要求負載電壓於電流的瞬間值 就是傳送到負載的平均功率 這個內主是1歐姆 就是剛剛我們看電路上面的ZG 1歐姆 它是一個 電主的 斷路電壓為V 斷路電壓是什麼東西呢 斷路電壓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路不通了 這個電壓就是這個值 這是VG 斷路電壓 斷路電壓是這個 這個錯了 這個應該就是cos 什麼的 我這裡就是用它的 向量值 這個打錯了 然後ZG 在1歐姆 Z0 這個 連結在50歐姆 5號準傳輸線就是 Z0 是等於這個 線長L 是等於4米 那 Omega 挺不上油是吧 cos裡面的東西 OKOK 我漏掉了 漏掉了 然後VP等於 VP就是face velocity 等於這個 好 現在要問 在任意位置Z 的電壓與電流的瞬間值 應該是這個字要怎麼樣 任意位置Z 之 電壓與電流瞬間值 这样才比较通 现在我们求A的部分 我们知道匹配的传输线 你马上要把这个写出来 匹配传输线 匹配传输线就是这个 跟这个 它只有向右边传播的 只有向右边传播的 所以它的I0 I0就是最初的 就是Ii Ii就是输入端的电压 Vg over Zg加Z0 等于这个 你把这个字带进去 算出来就是这个字 然后电压 你把这个电流 这个字 乘上50欧姆 就变成这个 β是Omega over Vp Omega在这里有 Vp也有了 所以除出来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很简单 现在VI跟Zi求出来 跟II求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求任意位置 它的电压 跟电流是什么 任意位置 你就把 你就把这个 VI跟Zi 带进去 β也有了 β就是0.8π 瞬间值 这个更简单 就是等于 V 就等于这个值的 乘在 Exponential J Omega T Take real 那你把这个值带进来 取时数 就是cos 然后把这个值 带到这个里头 取时数 也是cos 所以这个都很简单 负载电压 与电流 负载的 怎么算呢 负载就是 当它的 长度Z Z是等于 4米 就是L等于4米 你看在这里 这里不是有一个Z吗 对不对 Z现在 Z等于4米 对不对 带进来 就是这个值了 传送到负载的功率 就是这两个 因为它无耗损 所以这两个相等 那我们就可以求 任意位置的 电压程度 任意位置电流的 complex conjugate 用它们的向量 这两个都有了 这两个 这个有了 这个 这个 Z也有了 我们取它的complex conjugate 于是就变成这个字 这个是C 我们看看这一节的摘要 这一节摘要 有线长的传输线 一般是这个 然后这个一定要记起来 这个一定要记起来 任意位置的电压跟电流 任意位置的 阻抗 input impedance 这几个都要记一记 讲那么多 不做个摘要的话 你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东西 当匹配状况成立的时候 任意位置的 imput impedance 都等于它的 特性阻抗 发电机 这个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个 尤其要求它的V0 plus的时候 i10plus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到这一端 这个字我们刚刚解释过了 然后负载 输入端的主抗 负载主抗 这两个记一下 我们现在介绍 传输线作为电路的元件 传输线它不但可以做 波导的结构装置 将功率跟资讯 从一个地方 传到另外一个地方 在传播超高频电波的时候 还可以作为电路的元件 使用 就是说一段的 这种传输线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电路的元件 它可以当作 就当作是一个主抗之类的 在这种 这种超高频的 这个频率作用下 一般的几种形态的电路元件 很难制作 并且在这个状况之下 它波的散失 显得非常的严重 那么我们将一段长度 将一段长度的传输线 设计成有特定的感看 或者容看元件 它有时候是感看 有时候是容看 等等我们会看到 使它跟任意值的负载端匹配 让它跟它的负载端匹配 而让传输线有最大的传送功率 就是说你一段传输线 我们希望它有最大的传送功率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的负载 想办法让跟它的特性主抗 相匹配 这个时候呢 你随便一个负载 没有办法匹配 于是我们就想办法 接一段的 我们称它叫做跟桩 让它使得这个负载 使得这个线路会匹配 那么我们要将这个传输线 设计成电路的元件 所需要的这个长度 用在这个范围呢 UHF的范围比较适当 对于低于300个MHz的波段 所需的线长太长 而高于3个GHz的波段 又短到极不方便制作的程度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什么来做呢 用倒坡拐 Wavecine 来倒坡 会较为方便 所以我们现在要介绍 传输线作为电路元件 好 现在我们看 无耗损的传输线段 如果传输线是无耗损的话 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之下 传输线段都可以把它 视为无耗损 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 无耗损就是R等于 无耗损Z0等于R0 那么γ呢 只有叙数部分 没有这个衰减的实数部分 所以Uctangent Hyperbolic Tangent γl 那我们把这个字带进去 这个γ用Jβ带 等于这个字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任意 就是说你这一段传输线 它的 输入端的负载 我们刚刚不是导出来 等于这个东西吗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就 把Z0换成R20 Z0换成R20 Z0换成R20 然后Hyperbolic Tangent的γl 那么就等于J Tangent的BetaL JTangent的BetaL 那么这个就是 无耗损传输线用的 这个 Input Impedance 好 我们现在 跟这个式子做比较 这个是以前我们在讲 平面电磁波的时候 在界面 界面 离界面 L远之处 这个地方的 Input Impedance 这个算是 界子一 那么界面 另一端叫做界子二 跟这个做比较 你看这两个一比较 我们可以 可以确定 电压跟电流波 在有限长的传输线上 它传播的状况 与 我们以前讲的 垂直入射于 平面 界面的 电磁波情况一样 这两个你看 这一项跟这一项 你看 这是实术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是虚数部分 这个是实术部分 这个是 特性主抗 这个是它的 自由主抗 现在我们看一个 看几种特别的状况 如果它的 load 是段路 load 断路的话 就是ZL 等于无限大 那么这个式子里面的 ZL 就把它当成无穷大 那么我们把无穷大提出来 消掉 这个无限大提出来 剩下 1 这个无限大提出来 是J 天晶的βL 然后 这个 就可以变成 这个东西 J拿上去就变成 负J 了 等于负JR0 Cottingent beta L 那么现在我们看 如果 Cottingent beta L 是正值的话 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把这个 当成是一个什么 JXIO 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impedence 入色的 入色端 在段路的时候 它的impedence 这个可正可负 要看这个值 如果你这个值是负的 负负得正 那这个就是正的 正的就是代表什么 感抗 如果Cottingent beta L 是负的话 是正的话 正成负等于负 那这个是负的 它就是融抗 融抗 所以说 段路的 中端主抗 它可以 当作是一个什么呢 感抗 或者是融抗 可以看成感抗 还是融抗 那么 这个就是它的 这个 XIL 这个等于这边 这个 等于负的 我们把这个画出来 把这个画出来 它的L 就是长度 介于零跟四分之一波长 这个是感抗 在二分之一波长到四分之三波长 也是融抗 这是融抗 这一段 四分之一波长到二分之一波长 这个是感抗 这个感抗 这个底下都是融抗 OK 所以要看它的长度 要看它的长度 一定 当段路 关传输线的长度 就是说 这一段的这个传输线 如果它的长度非常短 就是 βL 远小于1的时候 tangent的βL 就麻麻糊糊糊可以 当成是βL radian 好 我们把这个值 带到前面 带到这里去 ZIO 等于这个 它就变成这个东西 I0 over betaL 乘算负J 那我们把 R0 等于根号 L over C 带进去 Beta 等于根号 L乘C 带进去 就可以化成这个样子 化成这个样子 所以 如果这个是一个负的 如果 这个是一个正值 它这个是负的话 那这是代表一个融抗 我们一般交入电容就是 Omega X C 对不对 那就是 它就是什么呢 LC 法拉 电容的 融抗 C 是单位长度的电容 但是L就是这一段 传输线的电容 实际上呢 我们不能够制作 线端主抗 就是它的 中端主抗 是无限大的传输线 特别是在高频的情况之下 因为 高频的 情况之下 段路 端 它会 有电磁波的辐射 因为你是交流电 交流电的话 它两端一下正一下幅 就变成一个 好像一个 天线一样 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 传输线 它这个 信号 会 发射出去 发射出去 就跟附近的这些电路 产生 偶合效应 会 影响到 附近的 这个 线路 这里就是我们要 记得 这个就是我们的 传输线 这一段 藏L 段路 它现在当作 传输线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当作这个 圆件的话 你看 它在0 0到 4分子 L 0到4分子 L 我们可以把 这一段的传输线 当作是一个 ZL2 ZL1 是本来有这个东西的 这一段传输线 就当作一个 电路的 原件 好像一个电容器 一样 电容器 一样 好 那么 当然 不止这个段数 我们刚刚不是看那个图吗 这一段 跟这一段 跟这一段 它都是可以当作 当作这个 电路的原件 当然我们 表示 就用 用这个表示就好了 好 如果L 原小于四分子 那么 原小于 这四分子两 原小于就在这里 可以说 在这个地方 那么 另外呢 这个时候呢 Cortangent的这个 我们刚刚看这个 就是这个 原小于的话 就是 就是看看这个了 这个就变成BetaL 原小于一的话 这就变成BetaL 它就是这个值 这个值 这个值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就换成是这个样子 变成这样子 它就是一个什么 好像一个 电容器 电容器 好 如果它是介于四分子Lamina 到二分子Lamina 感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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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用这个代表 感抗 那它就是 当然这个值都一样的 这个时候是一个感抗 所以 它到底是容抗 还是感抗 那你要看它的长度 是在哪一段之间 好 以上是段路的状况 那现在我们看短路的状况 短路 线端为短路的话呢 那ZL等于0 这个是0 这个0就没有了 R0 R0 它就等于这个 这个 它也是一个电导 好 那么电导它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电容 也可能是电感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 看这个图 因为它这个 Zi 等于这个 我们画出来的图 看Tangent 这个 它在0到四分之一π 是感抗 这也是感抗 这也是感抗 那这一段呢 就是 融抗 融抗 所以 到底是融抗 还是感抗 也要看它的长度而定 好 那么 这个图 这个图 跟我们 刚刚看的这个图 其实是一样 你只要把这个Shift 到这里来 把这一点Shift到这里 那这个就是 就是现在的这个图 就是现在这个图 所以说 这 就是说 短路跟 断路 它所形成的这个圆件 到底是感抗 还是 融抗 那就看它长度而定 两个 都可能是融抗 也都可能是感抗 好 现在我们看 电磁波 垂直入射于两个界面的时候 距离界面前L远处的阻抗 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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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电磁波 我们上学去学的 如果两个界质 是理想导体 理想导体的话 就是这个 第二个界质 理想导体 这个是零 那么 γ就是-1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时候跟这个做比较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线端为短路的传输线 它的电压波跟电流波 与 垂直入射于理想导体平面的 平面电磁波 情况非常的类似 非常的 因为 这个都有一个 类似的状况 OK 好 我们看 当短路端的传输线 它的长度 比波长短很多的时候 就是这个圆小鱼 以我们刚刚导过 它等于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 20带进去 背它带进去 它等于这个中线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这个就好像 我们J Omega J Omega L 一样 那这个 大L 是单位长度的 电感 乘3L 就是等于这一段 L长度的总电感 所以它就是一个感抗 感抗 现在我们就记住 现在是短路 刚刚那一段是 是 段路 长也是L 在0到四分之一拍的时候 你看它是 感抗 刚刚那个是什么 是 融抗 如果 原小于 四分之L的话 原小于就是 差不多在这里的话 应该在这里 还是 还是正的才对 你把它改过来 把它改过来 就是正的才对 接下来 接下来 四分之一 波长 跟二分之一 波长之间 它就变成 这个状况 这个跟这个一样了 你看它这个 原小于四分之一 是在这里 对不对 正的嘛 这应该是正的嘛 再下来这个 四分之一这个地方 四分之二分之一 这个就是负的了 对不对 这是负的 正负的 已经包裹在 天晶的βL里头了 负号已经包裹在里头 以上介绍的是 段路的 跟 短路的情况 好 现在我们看 四分之一波长的 传输线段 这个 很有意思 它这不是真的四分之一 就是说 四分之一波长的 基数倍 四分之一的基数倍 N等于一二三 这个时候βL 我们可以把它 化成 β2π перем 传起来 送上这个等于 2分之π的基数倍 二分之π的技術倍 那么 tangin的βL 就构成什么呢 如果正二分之π就是正无穷大 负二分之π的话 tangin的βL就是负无穷大 好 带到这个狮子里面去 带到这个狮子里面去 我们可以得到 可以得到 因为这都是无穷大了 不管正的负的无穷大 那么 跟这个 提出来的话 它就变成什么 RL的平方 RL的平方 被ZL 来除 所以 这应该写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 我这个漏掉一个 这个括弧 这个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 这个是 这个叫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的主抗转换器 主抗转换器 它有意思在哪里呢 就是说 你的主抗是Z 这是它的特性主抗 主抗如果是段路的话 你看 无穷大 input主抗就是短路 中端主抗为短路的话 入射主抗就是段路 这个用的很多 这个用的很多要记住 这个四分之一要加进去 好 这个又漏掉了 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 那么 以上 让上市的结果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现场为四分之一波长 主抗转换器 叫quarter wave transformer 这个地方应该要跳一格 wave transformer要跳一格 第二个 线端主抗若为段路 则入射主抗为短路 反之若线端为短路 则输入端主抗为段路 如果传输线本身的串联电阻 不可忽略的话 那么 短路的 线端 短路线端的四分之一波长线 有四分之一波长线 这个短路的话 它是一个数值极高的主抗 数值极高的主抗 因为这是短路 短路本来是零 零这就变成无限大 但是它现在呢 就是说 虽然是短路 可是它本身的主抗不能忽略 还是有一点点主抗在 本身的这个线路的主抗 还是有一点点 那就是一个很小的值 那使得这个Zi就变成很大的值 很大的值 所以像这种 这种的传输线 就类似于什么呢 并联的共振电路 并联的共振电路 因为你这个主抗大的话呢 如果在共振的时候 共振的时候 使得这个主抗 很大很大的话 那么它的电流就很小 电压就很大 所以这就是并联共振的一个特性 好 四分之一波长的元件 它的近似电路 你看这四分之一波长 这是Zl Zl 那么 这一段东西 可以当做一个主抗 这个主抗就等于R0平方overZl 好 再来一个半波长 线段的主抗 L等于 波长的一半的整数倍 那么Tangent beta L就是0 于是Zi就等于Zl 那这个更有意思了 半波长线段 你负载主抗是什么 入射端的主抗就是什么 因为这两个相等 就是说半波长五号线 传输线 能够一成不变的 将负载主抗 转成输入端的主抗 这就是半波长的主抗 Zi等于Zl 那我们把这一段 这个就可以看成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呢 它就等于Zl 如果半波长传输线为耗损的话 这个是耗损 耗损的话 除非Zl等于Z0 否则不具有 你的负载端是什么 主抗 输入端就是什么主抗 没有这个特性 因为Zi是等于这个 如果Zl等于Z0 那么Zi就等于Zl 从这里可以知道 Zl 如果Zl不等于Z0的话 这个不是Z0 这个也不是Z0 那么Zi不等于Zl 所以没有这个 没有上面讲的这个特性 没有这个特性 所以它针对着 无耗损传输线才有的 这个共振 你就把这四 这几种状况记住就好了 段路 短路 这个四分之一波长 二分之一波长 记住就好了 这个不应该打黄颜色 这个下面一段 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